剩下最受欢迎的肖像美食 不过于街头的烧烤館 约上三五好友小聚 是件非常惬意的事 据某媒体粗略统计 每年夏天 某省会城市一定要消耗 七顿羊肉串 数量之庞大 令人难以想象 不过虽然人们对于烧烤的热情不浅 但是关于烧烤的卫生问题 却一直不断 南京的14名学生 在吃了校门外的烧烤之后 出现头晕 手口发紫等症状 每十一条街的一家烧烤摊吃烧烤 可是回家后几个人全都上吐下泄 我一家屋口都有不同的程度 发高高腹泻 胃泄 而在众多有关烧烤的新闻中 有一条最让我们震惊 有消息竟称 就连烧烤产生的烟雾 都是对人体有害的 甚至有人说 一根烤串产生的浓烟 竟会相当于50只香烟的总量 50只香烟的危害自然不小 但羊肉串的烟量 真的有如此大的威力吗 这样的说法 会不会太过夸张了 我们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 烤鱼干羊肉串所产生的烟雾 由于烟雾向上蒸腾 因此我们可以用玻璃罩 置于烧烤架的上方 对烟雾进行收集 扣到放置金鱼的鱼缸里 观察金鱼的反应 如果金鱼没有变化 则说明烤羊肉串产生的烟雾 与生命健康并无直接联系 反之则说明烟雾对健康有威胁 一分钟后 发现金鱼的变化并不明显 依然在鱼缸里来回正常游动 但三分钟之后 金鱼的游动开始变得有些浮躁 五分钟后 金鱼开始快速地 并且没有规律地四处乱窗 这说明里面点油 威胁到了金鱼的生命 因此可以判断 如果人吸入了过多的烧烤烟雾 以后